关于做自己这件事情 我想它是有一个时长的 比如说在我们父母那一辈 他们太失去自我了 那我们从小看着父子辈 为了家族或者是 为了拼经济牺牲奉献 然后到了我们这一辈 好像有机会做自己 我们就会告诉自己 一定要很努力地做自己 然后又太倾斜了 就好像在一个天平 那边砝码放太多 我们这边就要放更多 所以它又往另外一边倾倒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做自己的坏处 比如说有的人 就会开始变得很任性 然后没有礼貌 或者是粗鲁的那一面 也把它绣出来叫做做自己 所以我很清楚你要说的 就是怎么可能呢 真正的做自己 你还是要顾虑到他人的 因为这个世界 不能没有人际关系 你只要跟别人发生关系 你就不可能忽略他人 所谓的做自己 绝对不是躲在深山老林 然后一个人你要怎么穿衣服脱衣服 要怎么吼叫都没有关系 不是的 首先你一定要先理解这一点 那再来的做自己是什么呢 也就是尽管有了别人的眼光 跟别人的批评指教 但我们不能忘掉我们自己的报复 我们还是要去施展我们的能力 然后不要为了讨好他人而扭曲了自我 这就是失去自己 对不对 然后也不要因为别人的牵制 然后就一味的配合 一味的牺牲奉献 那我想这个就是我心目中的做自己 然后比如说在演艺圈这么久了 我最警告我自己的一句就是 不要被物质迷惑 不要去做为了赚钱而忘掉我初衷的事情 比如说我的初衷是遵循一个宇宙的法则 然后并且把他的讯息告诉大家 但是不是为了钱服务 比如说你给了我很多钱 然后叫我不要再讲这个话了 然后有讯息也不要告诉大家了 我做不到 那再多的钱可能都没有办法收买我这个部分 而且我一直在给讯息的时候 我都是无偿的 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坚持 那这就是我的做自己 那这个做自己的过程我也没有少赚 反而好像得到了更多的信任 那以及得到了更多厂商的青睐 所以我常常觉得你只要做对的事 就会有好的结果 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 我当然很担忧我的裙 里面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我不可能永远是老师 我也不可能永远对 然后而且现在的工作人物不好当 你有了群 这个群它可以是你的优势 它也可以是你的劣势的来源 比如说名气越大 那喜欢你的人越多 讨厌你的人也会多 那想攻击你或想伤害你的人都藏在暗处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所以如果说会担心会怕的话是这个 尤其是现在 你只要说对了一句话 就会得到好大的掌声 说错了一句话就会得到好大的虚声 那我在想我也告诉我自己 就是不要因此而忘了初衷 就我想贡献的这个心意 如果因为某几个人的虚声 让我心死了 觉得算了算了算了 我也可以好好退休 我不用这么的累 然后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这么累了 我可以退休了 好像也蛮容易的 但我不想被这种力量打败 我希望我活到老 奉献到老 尤其是一个占星师 最可贵的应该就是他的晚年吧 然后我不应该被这种能量打败 我就是告诉我自己 除了我自己很谨慎 然后当我面对可能来的伤害的时候 我也要有智慧度过 现在还有点怕 因为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收到太大太大的批评 那万一有心人士想要这样伤害我 我要怎么应对呢 这个是我比较害怕的地方 晚安